好的 今天要來跟大家介紹什麼是政黨票 在2016總統大選當天 你會拿到三張票 分別是選總統、副總統的票 區域立委的票 以及政黨票 第一張票選總統、副總統 嗯 就是選總統跟副總統 第二張票 非原住民的白浪選區域立委 山地原住民選山地原住民立委 平地原住民則選平地原住民立委 這邊主要列出的是山地原住民立委的名單 第三張票就是政黨票 超級重要 睡覺的 給我起床 政黨票到底是在幹嘛的呢? 先回頭來跟大家解釋立委 立法委員總共有113席 也就是113個人 區域立委有73席 這是給白浪淘淘倭布趴選的 也就是給非原住民的人選的 像我家在台南市北區 我就只有4個人可以選 民進黨的陳廷菲 國民黨的台語老師 民國黨的鄧秀寶 以及中華統一促進黨的翁婉寧 原住民立委有6個 超少 山地原住民立委有3個 平地原住民立委有3個 然後是大家都搞不清楚的政黨票 政黨票的部分區立委有34席 所以說區域立委73個人 加上原住民立委6個人 以及政黨票的部分區立委34個人 總共是113個人 政黨票顧名思義就是要投給政黨的票 當一個政黨有能力推出10個區域立委 才可以開始提名部分區立委 看不? 好吧 換句話說 當一個政黨有能力推出10個區域立委 就可以被列入政黨票 還是看不? 好吧 再換句話說 當一個政黨沒有能力推出10個區域立委 就不可以被列入政黨票 也就是說在政黨票中 我們看不到他的政黨名字以及黨回 只要政黨的政黨票得票率超過5% 5% 5% 政黨票 5% 該政黨就可以派自己的部分區立委 進入立法院 按照順序 按照順序 嗯 就是在政黨裡面 第一名的就第一個進立法院 第二名的就第二個進去 那... 那麼多黨 政黨票要投給哪一黨呢? 當然是時代力量啦 為什麼要投給時代力量呢? 因為他的第一名不分區立委 是搞入移用喔 是的 就是搞入移用 身為一個原住民 身為一個阿美族人 你是誰? 翻證! 你是誰? 翻證! 他會為自治、土地、原基執法、平埔族群正名等等下去做努力 身為一個台灣人 他會持續關注各種議題唷 好了 現在是發問時間 第一題 如果我是排灣族 我可以投給簡東民 啊不對不對 不對 我可以投給瓦利斯貝林 又投給搞入移用嗎? 當然可以啊 因為你用選山地原住民立委的那張票 選瓦利斯貝林 但是用政黨票支持搞入移用啊 第二個問題 我在這張政黨票裡面沒有看到搞入移用 我要怎麼選搞入移用呢? 答案很簡單喔 政黨票裡看到時代力量 就給他蓋下去 時代力量 這樣對嗎? 這樣對嗎? 是時代力量 因為搞入移用是時代力量的第一名不分區立委 所以如果時代力量的政黨票超過5% 搞入移用會是第一個代表時代力量進立法院的人喔 前提是政黨票如果有超過5% 目前時代力量被預估政黨票只有3.3% 只有3.3% 比9.2%還少 所以不管你是誰 白郎淘淘淘 或是排隊彎彎 只要你是一個可以投票的人 政黨票就可以投給時代力量 支持搞入移用 現在就快點叫你的親朋好友 叫他們政黨票投時代力量吧